这个老人家自己都88岁了 当时一开始他还说不清楚 想怎么办呢 这么大年龄过来了 也这么容易 假如他的舅舅还尚在人世的话 要见不到 还挺可惜的 当时我们就觉得 可能这一辈子 也有可能他就见到最后一面了 还好后来 后来运气还挺好的 后来还真的有了 就认识这个法子 还真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